女子穿著蜻蜓在湍急河道上快速左右滑降 控制平衡通過一個又一個標杆 桃克補水6S型穿梭在橫越另一側標杆 直徑全力加速再來個甩尾 不為斷層瀑布直衝而下 他就是透過這次西班牙競標賽 爭取到東京奧運門票 代表台灣出賽的蜻蜓選手張竹涵 因為東京那邊很熱 那為了我想要適應那個天氣 然後不要讓自己去那邊變成 不適應然後變成中什麼這樣 所以我會挑在中午的時候練習體能 然後提升自己的 在最累的情況下的穩定性 28歲的他從小六開始接觸輕艇 這項在台灣是冷門的運動 也沒有正式賽道 就算資源落後國外選手 但17年來張竹涵也沒有想過要放棄 他的努力爸爸媽媽都看在眼裡 真的不容易 這30年這是我們剛拿到那一剎那的時候 我真的不敢相信 然後那是說女孩子家才20幾歲 那個手怎麼會這樣全部長繭 他讓看場就流眼淚說 我們不要滑了啦 所以支持他的奶奶 雖然無緣看到他在奧運的英姿 但張竹涵帶著全家的祝福 成了台灣時尚第一人靠蜻蜓 項目前進奧運的選手 記者韓志欣 謝雲甄 台中採訪報導 旦歹 民詞 任由 屍 音樂 人口 黃 人口 板 蒼